早安 欢迎收看12月31号的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林一婷 2021年来到最后一天了 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 会是冷冷的天气 陪我们跨到2022年 现在看到今天早晨的最低温 落在南投竹山 早上6点42的时候只有9点9度 不过不止这里冷中部其他三个县市 像是苗栗云林还有嘉义市 气象局也都持续发布了低温特报 提醒民众说 如果在当地出现了10度以下的低温 都会是正常的 另外应该有很多人都期待 今天晚上的跨年 不论是北中南东 有安排行程的观众朋友 出门都要记得要穿得暖 因为预测低温 北部中部大约都只有13度 南部15度 东部高一点点16度 好咯 谢谢 冷冷的天啊 一碗红豆汤圆真的好温暖 打开锅盖 热气直往外窜 天气越冷 摊商生意越好 天气冷 有差 大家来吃个姜汁豆花之类的 天气冷 热饮销售量多三成 主要是东北季风增强 一路冷到跨年 普遍来讲的话 西半部还有东北部 大概都在14到16度之间 那花冬一带 大概是在16 17度的低温 1号之前是属于水汽比较少的一个阶段 所以项羽的区域大概就是集中在 宜花东还有大台北的东侧 也就是说桃园以南比较有机会 能看到2022年第一道曙光 不过气象局也提醒 中南部早晚温差大到将近10度 清民众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 小心着凉 大海新闻张略嘉台北报道 关心国内疫情 昨天并没有新增本土和死亡个案 但是可以看到境外移入的数据 一口气在一天就新增了24例 是再次创下了今年的单日新高 那么这也代表说 民众入境后的第一关卡 防疫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台北市 现在又传出有防疫旅馆 出现了确诊者 这个是在中山区的一间旅馆 先是六楼的这一位旅客 出现阳性 而扩大裁检之后 发现五楼又有另外两人也是确诊 目前还在疫调厘清 不确定这三个人之间 有没有关联性 不过整栋旅馆现在已经清空了 就是要避免疫情扩大 台北市防疫旅馆又出现三人确诊 案17058从中国深圳回台 防疫旅馆隔离结束通过检验 却在居家隔离期间裁检确诊 验两次CT值都只有20剂 扩大匡列裁检 再揪出两名住在不同层楼的确诊者 CT值也都偏低 目前全栋防疫旅馆进空 要等待基因定序结果 才能确定是不是群居感染 10月24号到10月29号 中间入住的民众 我们全部把它列为居家隔离 现在已经移到集中检验所 其他居检验者 我们全部都移到其他的防疫旅馆 明天我们会会从专家到旅馆 调查整个空调设备 跟做环境的裁检 那试调查结果会强化后续的防治措施 防疫一刻不可松懈 境外移入个案履率创新高 统计9月到11月平均是170例 但这个月暴增到300以上 显示国际疫情严峻 台湾光是境外移入 感染Omicron的个案 已经累积到58例 呼吁民众尽快接种疫苗 极力补强防护网 大约新闻前山李明华台北报道 目前国内的边境管控 依旧是非常严格 不过反观国际 在变种病毒Delta 和Omicron的双重夹击之下 世界卫生组织就形容说 这会掀起一波疫情海啸 为了有效对抗疫情 这两年来 各国不少科学家都在跟时间赛跑 要努力研究病毒的全貌 现在有南非的专家就发现说 如果已经感染了Omicron 那么再次感染Delta的几率 就会降低很多 不过也因为当地的样本数不多 这个可信度还有待查者 英国筛减占涌现人潮 因为自己去买居家快筛试剂 根本没货 不只英国纵观世界局势也不乐观 今年染疫死亡的人数比去年足足增加了将近一倍 世界卫生组织WHO警告 Delta跟Omicron变异株是双重威胁 疫情高烧不退 现在离WHO定下 全球疫苗覆盖率在明年中达到70%的目标 剩下大约6个月 他们预估染疫住院死亡人数大爆发的阶段 有望在明年结束 不过 另外南非有研究指出 感染Omicron的人体内会产生对抗Delta的抗体 但由于样本数少 结果是否可信还有待查证 在疫情海啸中 世界上所有人同桌共计 该如何确保航行安全 不只考验各国掌舵者的应对能力 也要靠每位船员共同努力 来看到以色列 疫苗一向是打得又快又广 而当地现在要为了防范Omicron的扩散 再次领先全球 正式批准免疫低下的族群 来接种第四季的疫苗 以色列卫生部表示 还没有准许全民来打第四季 现在只允许的族群 只有因为癌症治疗 器官移植 慢性疾病 而削弱免疫系统的患者来开打 在此同时 辉瑞口服药首批2万颗 也在30号空运抵达 让以色列成为第一个 拿到新冠口服药的国家之一 除了疫情之外 2021全球的天灾也不断 水火无情先看到 是今年夏季高温热浪 在土耳其还有希腊 就引发了严重的灵火 西欧则是出现了 罕见的强烈洪水 冲毁了德国西部 还有比利时交界的村庄 至于加勒比海岛国海地 则是爆发了规模7.2的 超浅层强震 造成2200人丧生 各国的灾难不断 希望灾民能够早日走出伤痛 重建新的家园 今年7月 德国和比利时爆发 百年一遇的洪灾 不幸造成德国196人罹难 以及42名比利时民众丧生 经济损失估计 至少达118亿美元 水火无情 2021年的熊熊野火 则是吞噬了土耳其 和希腊民众的家园 根据统计 2021年的火灾是土耳其史上 最严重的灵火 总计焚毁了17万公顷的灵地 而灵国希腊同样灾情惨重 灵地遭焚毁了12.5万公顷 仅次于2007年的灵火祭 今天一阵 2021年重大天灾还有规模7.2的海地 极浅层强症 造成2200人不幸丧生 总计超过1.2万人受伤 并有300多人下落不明 好 回顾完国际 国内在今年也发生了极其重大意外 大部分都和交通有关 像是苏花游览车事故 还有泰鲁阁号出轨 或是在高雄城中城 一把火就烧出了老旧公寓的公安问题 在这些意外发生之后 各单位都开始用了养补牢 只希望这些政策能够有效地执行 让这些罹难者的性命不会白白牺牲 快点 快点 这些冰碗它有一些都是有股骨骨折 气血胸 那甚至很多都有大腿骨骨折的 这些冰碗它有一些都是有股骨骨折 都来给我们关心 这个是一个有爱的社会 真的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 长度跟螺丝的直径 另外一边是螺丝两个 那所有的这一型钩都会固定在骨架的材质上 来确保它的拉力是符合标准 24号时 两架爆装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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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视有座椅弹出 飞机 两架相撞的飞机 以及人员追及下坠 禁述离清事故的调查 而且在弹射的座椅的部分 立即来进行换装 大体小心 大体小心 后面的蓝 把卡都复住 你给我一个骨析带走 我们先救出去 24 2 2 2 7 8 8 因为欧卡太多了 很多都被受困 可以救护的先把握 我是坐在外面的椅子 对 靠走道 然后我有被甩到地上去 尘乡 太高 被户截除了 一路好走 所有的工程督工人员 都要配发 这个无线电的设施 一有状况 立即通报 楼梯只有一步 而且它没有人管理 这些所有权人 我们也会提高它的法则 来要求他们 来成立相关的管理委员会 这里是凤山的社会住宅 室内就有25坪三房两厅 不仅有基本的装潢 连家具 家电 都是一应俱全 不是每户里面 都有老人家用什么的 所以我们按照它的 个体的需求 来帮它做媒合 必须是从 由上往下 主层的来一个拆除 会在整个这些 卡锅楼层里面 都会用H型缸来做一个支撑 很辛苦 没有那些事也有 我住民隔壁 我就要挂胸库 先前民众 汰换老旧机车的 补助政策取消 现在是变相来加码补助 除了是来补助 这个减少到2000块的钱之外 如果是换购电动机车的话 还能获得减碳凭证 也就是说您把这个凭证 卖给有需要的大型开发业者 就能抵换温室气体排法 而这样的措施 对于民众来说真的划算吗 来看这则报道 停在路边其实很多人都会怕说 自己车子那么漂亮怕刮伤之类的 这台的话其实刮伤它不会那么的明显 环保车壳加大置物空间 电动机车买汽夯 尤其北北桃三线市加码补助 各分店每月销量逼近150台 虽然明年的补助已经确定 有公告环保局的部分 会少3000块的补助 但以目前市场的情况上来讲的话 其实销量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对因为政府的8000块的加码补助还在 电动机车补助多吸引民众购买 在我旁边的这些呢 都是这两天准备要交车的 而环保署也加码预告 明年起只要民众 把老旧机车态换成电动机车 就能拿到电子减碳凭证 上平台交易探权 态换电动机车每年能减碳2.3公吨 并记录在减碳凭证上 民众可以转卖给计划开发的大型科学园区 抵换温室气体排放 让业者通过还评 以今年为例 通过还评的逐科南科 就必须折抵60万公吨的温室气体 如果没有政府的这个部分的鼓吹 可能这个一台电动车可能只有 大概200块的探权交易的费用而已 所以对消费者会变成是无感 并不是很明确的知道说 这整个使用的规则 甚至于说他对用这个探权 他对这个环境帮助有多大 也不知道 環保署表示已经和开发单位沟通 交易凭证的价格每张至少要1000元 但民众买不买单 1000块 那可能应该没有 因为电动机车 就是一台都要8万9万 因为他是一个月好像最基本就是399 可是如果依照他的里程数跟我的油价的话 我可能会要用到月租费999的 卖掉凭证能拿1000元 对民众来说这样的加码补助吸引力不大 加上交易后便向帮助开发业者通过还评 专家忧心恐怕衍生更大的环境问题 大新闻高龄许英豪台北欧道 专题报道未来种子来看 目前全台湾的农地盘点之后是有80万公顷 但是实际有在耕作的土地大约只有55万公顷 只占了七成 那么另外三成不做农地要做什么呢 其实他们不做农地的原因很复杂 有的是因为工厂入侵到农地 也有因为乡村缺工而荒废了土地闲置 更重要的还可能是土壤已经直变 不再适合种植了 我们整个的部落家园被摧毁 在身上的田区都被冲死掉流失掉 所以我们不得已就是要移住 洪流滚滚然后都是灰黑色的沙石岩石 拼命地往海边堆 家园变色 部落迁移 原乡传统汉作台湾梨 也需要重新找寻应许之地 现在就是下大雨就淹水 所以第一个你可能要耐淹 水退了之后你还活着 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 我们在山上的时候 其实不用特别去灌溉 但是在平地的时候一定要灌溉 我们会面临越来越少的水源涵养 到底我们的富国神山口袋 还有多少容量去装这个水 有一些还是残存一些盐混地 受地下水影响 由土豪之称的国宝籍人物郭鸿玉 亲其一生调查国土 耗费整整三十年盘点全台土质 这每一栏代表的是 方圆五公里之内的土壤资料 踏遍全台各地农业区所带回来的样本 全台湾土壤的秘密就在这里 土壤样本进行物理和化学性分析 建构泡面图 酸碱值 保肥力 再加上杭照图纵观作物分布 郭鸿玉亲眼见证国土变化 农耕地缩水 因为水力设施不能保护它 这个就算是土壤退化 你这个陆地泡在水里面当中的时候 甚至地下水也会研化 因此它就不利于做农业用途 这种研化的现象 其实在迦南地区的沿海 其实是 越来越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农不落 今年春夏遭逢百年大旱 天上无雨 地下无水 如果当年毒 它的降雨量比较少 我们可能地下水位就会降比较低 农民就会比较凑不到水 老实讲连草都长得不好 土壤的状况条件都很不好 会比较晚收成 因为我们都没有喷落叶剂 青农返乡 新观念颠覆老农做法 高中茂契做数十公顷农地 横跨四个乡镇 每一块铁的状况都不一样 这里是高铁跟78的交界处 地层下陷是比较严重的地方 它现在比较沙子 保水的能力比较不好 所以它在种植一些 包含水稻大豆的时候 你看它就会 始终长得比较不好 为了减缓地层下陷 不要再抄抽地下水 原本这块土地是转座焊座 但是在补助停止之后 现在在云林土库的高铁沿线 又开始种植水稻 这个现在就要有水 因为要吃水 那高铁 高铁那里有点热味 这修理要清洗 设置一个警戒指 就是让它平整度到一个 到达这个控制点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做补偿 治水的问题 根本不在工程序 不在国土规范 台湾的天灾是复合性的 强降雨 土石流 地震交互发生 经济挂帅难免 大家都会敷衍了事 想说这边要怎么做 可是你忽略掉另外一边怎么做 大地质变难以复原 影响的又岂止是眼前的灾害 未来的粮食命脉也备受威胁 健康议题乳癌不是女性的专利 像在台中就有这么一名75岁老先生 日前摸到了右边乳房有硬块 皮肤也出现红肿脱卸 就医检查发现自己就是乳癌罕见的男性患者 如何来及早发现自己有癌症的征兆呢 医师提供了几个方向 我们日常就能检查 他看起来就是不规则型 然后显得生长的是比较杂乱的 超音波检查 肿瘤外观不规则 经过电脑断层和切片 最后确诊乳癌 这是一名75岁的老先生 还是不太能够接受就是 我是男生怎么会得到乳癌 乳癌不是女性的专利 只是男性得到了几率低 是女性的两百分之一 而且年龄分布在60到70岁族群 听到会很惊讶吗 男性好像没有什么胸部 平常洗澡就会稍微观察一下 男性跟女性乳癌患者 临床表现主要共同特征 是无痛的肿块 肿块 然后这些可能的一些分泌物 那包括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出血性的一些分泌物 那乳房的变形 包括刚提到就是一些 可能一些驼血的现象 这些其实都是类似的 至于男性乳癌的成因 主要跟此激素有关 在65岁过后 它的雄性激素减少之后 那身体里面相对的这个 女性的激素比例会升降 男性乳癌的这个 产生的这个机会会升高 医师提醒 洗澡时观察乳房外观 发现变形凹陷 会有分泌物甚至出血 皮肤红疹脱屑 都要进一步就医检查 大爱新闻 黄子凌旺光辉 台中报道 以上是这节大爱全球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也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平安顺心 我们明年见